现在我们介绍题录的手动更新 也就是当你自动更新无法完成你想要的效果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自动更新 同样可以获得你想要的一些信息 那么首先选中你要手动更新的题录 比如这个 因为它卷期年份作者都没有 所以我们要进行手动更新 而且它还是在自动更新无法完成的情况下 因为你可以看到 它的题目里有一条下滑线 所以这个质网数据库是无法识别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手动更新 点击右键 找到在线更新 选择手动更新 首先选择数据库 然后把那条 把这个下滑线 前面的这些数据删掉 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删掉后面的 然后我们先做更新 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提录的信息 那么你看 这里有找到一条 也就是说只有一条和它符合 有坚 坚持思严 然后我们这些信息 你可以点击更新就可以 点击更新 你现在看这里什么都没有 这是空的 那么你可以点击更新 它就上去了 所有信息都有了 那么还有一个券的问题 那么这个券 由于这条提录 这个中国质网更新的 所以说这个券 经常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的数据 比如 万方或者是 微不期盼都可以 那么这里显示的是 由于这条数据是中国质网更新的 所以说我们 不再这个选择 微不期盼其他的信息了 我们直接手动 把券加上就可以了 福建 打开这个文件 你可以看到 它是第十一卷 1999年第二期 总的第三十九期 那么我们可以 把第十一卷直接输入就可以了 点击输入十一 即可 就会上来了 这么这两条信息 就已经很完整了 好 手动更新 就介绍到这里 我先识订有点 我先识订有点 解采订有点 解采订有点